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舞台2023是一档音乐生存经验音宗,集结了未出名或者已出名的年轻歌手,成为一档2023年对标中国好声音,青年派计划的一档全新音宗。 选手们将通过自己的个人音乐才艺,分组进行PK对决,最终产生出舞台2023的王牌冠军。选手有奥斯卡、沃尔姬、徐子卫、余孟阳、张恩戴、鲍威尔、孟美琪、安琪等等。部分选手名单如下,其中孟美琪、安琪是已经成名的女歌手。 孟美琪还曾经担任过天资的声音常驻音乐合伙人,以导师角度点评过周传雄上了热搜。 这两位选手应该是这个节目中观众比较熟悉,期待也比较高的,并且孟美琪还在二宫PK中表演了一个非常Sexy的舞台。 选手上面基本都是有过选秀经历的,有的是好声音的参赛选手,有的是明日之子的参赛选手,还有的是网红,属于一批年轻人的选秀节目回锅肉选手。 节目设定的四位常驻导师,加一位飞行导师,第一龙公演飞行导师朴宰范,二公飞行导师,宁一轴。 四位常驻导师,节目也官宣了四个名牌标签,姐姐色役全场,欢迎人间,百灵鸟立临星光导,指尖旋转萦耳边,舞台创意总监。 最终对应的四位导师分别是,姐姐色役全场,乘风2023有望获得冠军的陈佳化姐姐,之前也参加过俄场的选秀音宗,做导师,所以曾可逆,许静运才会看到陈佳化和艾瓦老师。 艾瓦在导师席位非常会制造气氛,还会Q到一些飞行导师,和其他导师互动较多,被其他导师称为导师队长,指尖旋转萦耳边,黄启山。 黄启山这几年也开始在各大音宗频繁亮相,有时光音乐会,有生生不息宝岛记等。 第一次录制节目,黄启山现场还要表演一小段高音秀,很有实力。 舞台创意总监王佳尔,在梦想的声音舞台结束后,就很少看到王佳尔,他个人表现力十足,并且非常有个人魅力,和舞台创意总监身份相符。 有消息爆料说2023年的好声音,王佳尔已是唱跳赛道导师,那么喜欢王佳尔的粉丝有福了,可以在这个夏天两档选秀音宗看到王佳尔的专业点评。 欢迎人间百灵鸟历临星光岛,周深。 这个标签简直跟爆了周深身份证一样,人间百灵鸟,说得在贴切不过。 周深是天赐的声音时光音乐会等音宗的常驻嘉宾歌手,但还没有录制过这种选秀音宗。 担任导师,从之前的好声音被点评,到现在做到点评席位上成为导师,周深的成长飞快。 周深在节目中与观众互动很多,还会给观众递水,非常暖心,现场很会造梗抛梗,给节目增添了不少娱乐氛围。 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劳动楷模,大魔王周深每天都会为喜爱他的歌迷带来意想不到的欢乐和惊喜。 而且每次出现在微博热搜中,都会全以大波露人粉,之所以能够赢得全网的一致好评。 除了天生就一副被天使吻过的好嗓子外,更重要的一点是人品。 有句话叫始于才华中于人品,无论在任何地方出现,都会散发出偶像光芒。 在综艺节目《奔跑八十一》中,周深仅凭一己之力,拉满了整期节目的看点,打开评论不难发现,除了自家粉丝,很多路人也都对周深在旧节目中的表现,充满了期待。 换句话说,没有周深的加持,最新一季可能照样可以冲上热搜,但未必能达到今天这个效果。 在最新一季节目中,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杭州亚运会节目开启了,竞赛模式每轮挑战都跟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有关。 而周深的表现,前半段有多爆笑,后半段就有多高能,挑战悄悄板驱棍球时,进行体育精神,在比分落后于白鹿俱乐部的情况之下,多次为战队赢回了荣誉,虽然败给了对方,但很多观众都在弹幕直呼,周深才是全场最闪亮的那一颗星。 事实也确实如此,在周深眼中,向来都是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,只想通过竞赛的方式来告诉屏幕前的观众,有些时候输赢并不重要重点的是过程,只要自己全力以赴,认真对待了,最终的结果并不重要。 最后一轮拔河比赛,明明没有上场,却成了全场最忙碌的人,当其他队友纷纷上场后,周深始终不停地在喊加油如果说流量明星只会在综艺节目躺平的话,那么周深的则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都展现了镜头面前,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丝毫所谓的偶像包袱。 节目播出后,与往常一样,周深第一时间就被推上了热搜第一,话题周深贵华进求周深说一起跟着热热深把周深背离,荣耗炸了舞者周深直拍等多个话题都掀起了全网的热议,并且每个话题的单日阅读量,都高达上千万,就连不少官媒都对其进行了转发。 有态度,有担当,实力助推杭州亚运会,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官媒都如此偏爱周深了。 话说到这儿,除了户外真人秀奔跑八十一外,另一种殷宗节目舞台2023更是路透不断。 其实早在6月初的时候,官方就已经发布了相关路透,晒出了一张后台化妆间的路透图,只见门上写了五个花子人家百灵鸟对于周深的歌迷声米而言, 官方的路透简直就是一道送分题要知道,整个华语乐坛,只有大魔王周深可以驾驭人间百灵鸟的称呼。 很多网友得知这一消息后,都发出了感叹,万万没想到奔跑八还没彻底落下帷幕,周深就已经开始录制了下一档新宗。 这也不难理解,歌迷的速度就算再快,都无法赶超大魔王周深的节奏。 毫不夸张地说,正当我们说这句话时,周深就已经带着自己的高能作品向我们迎面走来了。 莫过多久,全网歌迷就迎来了周深本人的正式官宣,在微博账号上直呼角色解锁, 你是谁哪个我是哪个,你说我该选哪个并且还配了一张个人的写真照简单一句话, 拉满了全网观众对舞台2023这档节目的期待值。 不出所料的话,该节目有望成为即时光音乐会二后,又一档爆款音宗, 不论是节目利益,还是嘉宾阵容,都跟其他节目有着天壤之别。 光看嘉宾阵容,感觉就是一出好戏,如同部分网友所讲的一样, 嘉宾阵容绝对称得上是神仙打架。 分别有早期女团师成员陈佳化,黄启珊,王嘉尔,孟美琪,安琪,青莲,奥斯卡, 以及大魔王周深,他们八人的国民知名度都非常的高, 陈佳化在浪起寺中,真正迎来了二四番红, 经常会跟另外一位唱跳选手刘宜云同时出现在热搜上。 黄启珊就更不用说了,向来都是不明则以一鸣惊人, 每次出手都是一张,之前跟周深出席过各种大型颁奖晚会, 经常会在芒果台的高质量阴踪中出现, 前不久还跟华晨与共同录制了宝岛记。 当然了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时光音乐会儿, 当时黄启珊作为飞行嘉宾,参演了周深专场, 演唱了金曲《生活》总该迎着光亮炸裂唱功确实不拢小觑。 王嘉尔也是一样,早在四年前的这, 就是原创二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 节目组能一口气把周深跟黄启珊,王嘉尔共同邀请过来, 侧面说明这档新宗远不止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, 值得一提的是新浪官方还在微博上发起了个人爱排名, 名为舞台2023,首录路透, 你最期待谁周深以一万票的超高成绩, 人气断层第一,除此之外, 还有工作人员发表的相关路透, 直言周深会在节目中和人间所纳PK山歌, 出彩表现, 让很多工作人员都觉得自己仿佛身处一座大山, 不像是在录制现场。 截止到目前为止, 舞台首次录制已经结束, 豆瓣上也放出了相关海报和预告片, 前有奔跑吧后有舞台2023这个夏天, 只属于大魔王周深, 不知道大家都期待周深的全新综艺吗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 敬请关注哦! 敬请关注哦!